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宝座的争夺战 虽然是传统的2.5D战略式RPG 但是画面做得非常细致 不但每个剧情角色都有各自独特的动作 职业角色也都各自不同 在剧点移动时也可跳跃到屋顶上 不过落点判定很奇怪 有时怎样都跳不上去 有时又会浮在半空中 有点诡异 场景部分也不是做得很好 有时会感觉就是方块堆叠出来的背景 稍微有点可惜 一开始的音乐都是系列沿用 而且完全没有重新编曲 说好听是系列传承啦 但是乍听之下还是会给人有种偷懒的感觉 不过当剧情过到一定进度后 就会开始慢慢套入四代主角专用的曲目 还会用一小段对话说明因为主角怎样怎样 所以大家就做了曲子送给他 感觉上还蛮有新奇感的 也不会一首曲子就从头听到尾 算是个很有创意的做法 我会用一首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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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音部分各角色都发挥得十分有特色 该搞笑就搞笑 该热血就热血 就算是上一句耍白痴 下一句就热血 也不会有语气切换卡住的问题 在试点的操作上 晨曦系列做一贯的45度角试点 再搭配上高低落差极大的地形 需要不停切换试点来安排战略 对容易头晕的玩家来说 简直是灾难 虽然有设计了俯瞰试点 但在进行战斗时 还是切回45度角试点 如此频繁切换也是令人相当昏头 而中文化的部分则是令人十分赞赏 字形与字体的大小十分舒适 翻译也相当的用心 有些日文独有的词句 都会适度转变为中文的说法 对于完全不懂日文的玩家来说 非常贴心 而在一些小地方 如系统设定 存档讯息 与过场动画中出现的海报文字等 也都是使用全中文表示 足够让人感受到制作小组的用心 每日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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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热血就热血 即使没有接触过系列作的玩家 也不用担心 基本上 剧情与前几作完全无关 虽然说玩过前几作 对于本作的某一些笑点 会更有感觉 如风发的普利尼劳动 是去找梦幻甜甜等 但就算没玩过的 也可以单纯的当成一个笑料 不会有搞不清楚再说啥 的状况发生 在对话中 每个角色也都会有对应的动作 如下道 就会有表情变化与发抖的样子 挑衅 就会拿出球棒等等 战斗中 角色的特殊招式演出也都非常华丽 合作攻击的演出模式也非常的多样化 除了分成双人 三人 四人之外 每一种合作攻击 也都有三样以上的演出 让人目不暇己 主线剧情 不好意思那只是前菜喔 十一个结局 那顶多算是浓汤啦 光是等级上限9999 就够让练功狂玩家疯狂了 打不完的道具戒 练不完的职业角色 学不完的角色技能 加上万恶转身机制 总游玩时数1000万小时 可不只是个噱头啊 最可怕的地方是 玩家会毫无压力的不停练功转身 啊这就是魔戒的威力啊 本作更新增了格寮模式 编辑地图与海贼团 格寮可任命外务大臣与防卫大臣 可参与别的玩家议会 及回应别的玩家呼救 编辑地图则是可自行编辑出 各式各样的地图 上传让别的玩家进来挑战 当然也可以前往别的玩家制作的地图游玩 交换心得 海贼团则是更进一步 直接与朋友线上对战 比一比谁的角色练得最强 众多的要素加在一起 绝对会让玩家玩到 废寝旺时直记的沙丁鱼啦 光是如此用心的中文化 就得给制作小组一卡车新鲜沙丁鱼了 搭配上丰富有趣的剧情 与需要极度深入钻研的练功机制 推荐给所有喜欢RTG 与想要挑战自我的玩家 若是之前苦与语言隔阂 而无法接触的玩家 这款更是值得一玩 绝对不会后悔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